一行三年,一场恋爱般的砂糖局让我苦了一年又一年 最后还是以自败告终了 看到这一遍砂糖局我真的很不甘心 因为我真的很努力地付出了 最后一点成果都没有 砂糖局失败我并没有灰烬 我又闪行了羊池 羊羊这条路也很艰辛 一个人独居在山里面 连个早说话的人都没有 说实话自从羊羊以后 我遇到了很多事情 然后人也非常的辛苦 这半年里没有更新视频 很多朋友都私信关心我 问我去哪里了 其实我哪里都没有去 这半年里一直在白烂 放纵自己 然后感觉就是一树无神 羊也羊不好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人在低骨气的时候 真的没人拉一把 很难很难走出来的 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眼里无光了 前两年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的生活很充实 现在心里感觉特别的累 真理里感觉有一股气在里面 但是我一直在课词 平时我很喜欢指出 不爱玩 真偏也没朋友 所以有的事都是自己消化掉 但是感觉这一次消化的怠慢了 搞得我都受内伤了 所以这几个月都在试我聊张 希望我还能像以前那样 一起向上开开心心的和你们 分享我的生活日常 看看这半年里没硕士 每天白烂 阳色下面的阳分都没有心里过 以我现在的情况 我打算今年把阳卖掉 明年出去打螺丝了 不坚持了 我也想再坚持 但是坚持这两个事 说出来简单 坚持的贝尔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心酸 没人体会到的 以后呢 还是多发视频算了 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贡献 想乱七八糟的事 好好把羊养好 然后年底把羊卖了 现在打算就是这样子 然后可能以后一直为更新制评吧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事实啊 然后就这样吧 下期见